第365章 意乱情迷 夏 庄瑞是个男人 应该说是个身心都很健康的男人 虽然平时很理智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也是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男人了 正当庄瑞春风得以马蹄急 双手终于解开那该死的牛仔裤的时候 庄春突然传了一阵剧痛 如同一盆凉水自头上泼下 脑中顿时回复了清明 看向身前的秦宣兵时 庄瑞那一丝清明差点又泯灭到浴火之中了 庄瑞 不行 你要先去洗澡 正当庄瑞那双手又开始不老实的时候 秦宣兵低沉而又坚定的声音响了起来 好吧 那你要等我啊 庄瑞此刻也感觉到 自己浑身汗淋淋的很不舒服 低下头来 在秦宣兵的嘴唇上闻了一下 然后急匆匆的向浴室冲去 没有了庄瑞的依靠 秦宣兵的身体差点瘫软到了地上 身体中的那股热流 让他一张翘脸红到了耳根 看着自己娇人的身材 秦宣兵的眼睛有些迷离了 刚才那阵让他喘不过来气的热吻 似乎又浮现在了眼前 拾起了地上的T恤衫 秦宣兵不知道自己是该留下来 还是趁着庄瑞洗澡的时候溜走 话说女人即使有了准备 在这一刻心中也难免会忐忑不安的 穿上衣服之后 秦宣兵走到了浴室门口 庄瑞 你坐了一上午的飞机 等会儿先休息一下吧 我晚上再过来 听着浴室里水流的声音 秦宣兵鼓起了勇气 说出这番明明和他心中所想并不相符的话来 浴室里水流的声音骤然停顿了下来 秦宣兵把耳朵覆上去 正要开口的时候 浴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一只强壮的手臂揽住他的细腰 随之拉进了浴室里 另外一只手却将浴室的门给拉上了 啊 秦宣兵迫不及防止下 整个身体都冲了进去 脚下一滑 摔在了庄瑞的身上 还没反应过来的秦宣兵 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才一渐渐的减少着 九点午后的阳光慢慢的吸血 落日的余灰照射在窗帘上 将房间映射的红彤彤的 日落月升 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亮了起来 房间中的喘息声终于停止了 秦宣兵已经沉沉的睡去 浇好的身材完全不加掩饰的呈现在庄瑞的面前 那诱人的曲线在月光下忽隐忽现 庄瑞强自压下心中的浴火 拉过薄薄的蚕丝被 庄瑞轻轻地盖在了秦宣兵的身上 有些心疼地用灵气梳理了一下秦宣兵的身体 两个同样对性都很青涩的男女 凭借着本能完成了人类最伟大的运动 沉沉睡去的秦宣兵脸上还带着一丝甜蜜幸福与满足的微笑 轻轻拿开秦宣兵搭在自己胸口的手臂 庄瑞慢慢地从床上走了下来 那腰好像是生锈了的机器一般 酸痛地让他差点摔倒 低头灌输了一股灵气之后 才直起了身体 走进浴室里冲洗了一下之后 庄瑞在腰间围上了一条浴巾 抹出包香烟走到阳台上点燃了 吞吐着烟雾 看着下面热闹的维多利亚港 庄瑞突然间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哥们儿这保存了二十多年的童子身 就没了 要是被床上的秦宣兵知道 庄瑞此时的心思 抛着一脚将他从阳台上踹下去 来个高台跳水 庄瑞 秦宣兵迷迷糊糊地感觉到 身边那个可以依偎的男人 不在床上了 睁开眼睛一看 庄瑞正站在阳台上 秦宣兵正要起身 却发现自己身无片履 连忙抓起被子盖住了身体 行了 我帮你去洗一下吧 庄瑞回到房间 看到庄上的秦宣兵将头埋在被子里 不由笑了起来 庄瑞连人带被子都给抱了起来 在转身的刹那间 看到床上犹如梅花般的哆哆烟红 进到浴室里 自然又有一份不可言说的遗迷 经历了人世之后 秦宣兵在庄瑞面前 完全放下了羞涩 穿着宽大的浴袍 与庄瑞相拥在阳台上 此时的秦宣兵 脸上少了一丝青涩 却多了一股说不出来的嫩媚 眼神流转之间 都带有一种让男人心动的骨魅 那种性感从骨子里向外溢出着 庄瑞把秦宣兵又想怀里搂紧了一些 他没有向秦宣兵说起眼中的灵气 这件事情实在太过玄化 庄瑞打算一辈子都将之埋在心底了 有时候 秘密的分享 往往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 庄瑞只想自己一个人承受就足够了 电话 我的电话响了 不要 亲爱的 让我接下电话吧 不 让电话去死吧 随着一声沉重的喘息和诱人的交喘之后 房间才又平静了下来 只有秦宣兵手机的铃声还在响着 只是这时的秦宣兵 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庄瑞 我饿了 两人在床上相拥着躺了半个多小时 同时听到了对方肚子里的咕咕声 不由相对笑了起来 庄瑞看了下时间 从下午一点钟进入到酒店 到现在足足过了十一个小时 已经是接近凌晨零点了 咱们出去吃东西吧 庄瑞坐了起来 他现在可是精神亢奋 一点睡意都没有 再加上有灵气恢复身体的疲劳 丝毫都不感觉到劳累 不 我今天就和你一起过 哪都不去 我叫酒店送餐进来吧 齐宣兵像猫一般的缠到庄瑞的身体上 伸手抓起床头边的电话 用广东话讲了起来 只是这声音虽然悦耳 但是庄瑞却是一句都听不懂 酒店的效率挺高 在二十分钟之后 就有一辆餐车推到庄瑞的房门前 在按照秦宣兵的吩咐 给了小费之后 庄瑞自己把餐车推到房间里 秦宣兵叫的晚餐很丰富 除了牛扒之外 还有几样精致的月室点心和小菜 另外还有一瓶已经开启了的 放在满是冰块的成酒器里的红酒 另外还有两只粗大的红蜡烛 放在餐车一角 庄瑞拿起餐车上的火柴 先点燃了蜡烛 然后往两只高脚杯里倒满了酒 端给了秦宣兵 红酒应照美人面 越加使其美艳不可方物 庄瑞在心中暗叹了一声 哎 哥们儿这晚上似乎是不用想睡觉了 谁这么没去 半夜了还打电话 正在两人温情的享用着烛光晚餐的时候 秦宣兵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从庄瑞手里接过电话 秦宣兵看了下号码 不禁吐了下小舌头 我妈咪打单 秦宣兵把手指放在唇边对着庄瑞须了一下 才按下来接听键 戒指 妈 这么晚了打电话 有什么事呀 秦宣兵有些心虚 所以接通电话之后 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小编 你也知道很晚了呀 怎么还不回家 风仪对秦宣兵本来是很放心的 她知道自己这个女儿 不喜欢泡拔去夜店 不过听到秦宣兵的话后 她心里起了一丝疑痘 我 我和雷雷在一起 今天不回去了 秦宣兵还是不会撒谎 一句话说得结结巴巴的 就是庄瑞在旁边听着 都不怎么相信 我刚才给小雷打电话了 你没有在她那里 小编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风仪在电话里的声音变大了一点 却也让秦宣兵更加慌乱了 妈 我有个朋友来香港了 要陪下别人 秦宣兵老老实实的说道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直到一句谎言 往往还要十句谎言来弥补 干脆就实话实说了 朋友 英国的朋友吗 男的女的 方仪听到秦宣兵的话后 心中的疑问反而增加了 好了老婆 小兵也是成年人了 你问那么多干嘛呢 躺在床头看书的秦浩然 不满的看了方仪一眼 废话 我的女儿我不管吗 多谢你 平时一点都不关心女儿的事情 秦浩然见到老婆 把战火烧到自己头上 连忙缩了缩脖子 拿起书本挡在眼前 让女儿自求多福去吧 更年期的女人 是没办法讲道理的 妈咪 你问那么多干嘛呢 平时又不见你们关心人 现在又 秦宣兵被老妈问得是又羞又急 心里的委屈也涌了上来 从小到大 父母都只顾着做生意 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啊 好好说话 别急 庄睿轻轻拍了拍秦宣兵 趴在自己身上 那光滑的后背 用嘴唇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秦宣兵听了庄睿的话 对着电话说道 不是英国的朋友 是大陆的朋友 好了吧 大陆的朋友 哦 是那个姓庄的小伙子吧 方怡知道女儿的朋友不多 大陆认识的人 好像也就只有自己夫妇见过的那个年轻人了 是的 好了 妈咪 我很累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秦宣兵话一出口 才感觉自己说错了话 电话对面的老妈听到这句话 还不知道会怎么想的 干脆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将手机关了机 老妈要是生气了的话 大不了自己跟庄睿回北京住几天 然后直接飞回英国去了 很累 你干什么了很累 喂 小兵 你说话呀 喂 方怡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在说话的时候 电话中却传来嘟嘟的盲银 方怡这下着急了 一把抢过老公遮挡住脸的书本 说道 浩然 小兵今天是跟个男孩在一起的 这么晚 要吃亏的 你赶紧起来 去把女儿给我找回来 哎 我说你跟我叫什么劲儿呢 女儿长大了 总归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 秦浩然不满的从老婆手里拿过书本 他很是想得开 小时候对女儿关心少 现在只要女儿高兴 给自己找个什么样的女婿 都是能接受的 话再说回来了 钟瑞那个小伙子 他也是见过的 印象很好 不像是什么混迹欢敞的花花公子 那 那也不能不回家呀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这 这 方怡被老公说的愣了一下 不过随之 还是接受不了 女儿和一个男人在外面过夜的事实 小姨 咱们认识的时候有多大 秦浩然放下手里的书 将鼻梁上的眼镜也拿了下来 看着自己这三十多岁容貌 四五十岁心里的老婆问道 那时候 我是二十二岁吧 你问这个干嘛 方怡有些不解的看着老公 那会儿咱们好像就住在一起了吧 女儿现在都快二十五岁了 你还想干涉 秦浩然笑着说道 一双手搂住了方怡的肩头 死下 看你这脑子里都想着 哦 方怡的话没说完 嘴巴就被堵住了 床头的那盏灯光 也随之熄灭了 庄瑞所住的这豪华套房的卧室 是双面朝阳的 白天的阳光透过那丝制的窗帘 如同金花朵朵般的 洒在卧室中间那张巨大的国王床上 两具白花花的身体都暴露在了阳光下 庄瑞小心的将秦宣兵搭在自己身上的腿挪了一下 要说赤酒战 男人始终是不如女人的 别看有些男人长得金武强壮 往往交完公粮之后 被老婆一句我还要三个字 就能吓得丢盔弃甲 落荒而逃 慢慢的从床上走到地下 庄瑞把昨天并没有合拢的窗帘给拉紧了一些 让阳光无法透射进来 房间里马上变得昏暗了一些 庄瑞你怎么起来了 秦宣兵这会儿也行转了过来 见到庄瑞正吃身裸体的站在床前看着自己 脸上不禁一热 虽然两人之间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尺 不过秦宣兵终究是女孩子 脸皮还是有点薄 当下拉起被子盖在了自己身上 都快中午了 当然要起了 难道咱们今天还待在房间里 庄瑞捡起丢在地上的浴巾 围在了腰间 秦宣兵的心里咚咚直跳 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期待 对庄瑞说的话倒是没听清楚 不说话 那咱们今儿个哪儿都不去了 庄瑞把秦宣兵的沉默理解成是对自己的挑衅 当下就往庄上扑 当下就往床上扑去 过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之后 风暴才算是停下了下来 秦宣兵浑身贪软的像是没有骨头一般 趴在庄瑞的胸膛上不住急促地呼吸着 白皙的脸庞已经完全变成了粉红色 媚眼如丝地望着庄瑞 宣兵送给你个礼物 看看喜不喜欢 庄瑞变细法似的 从床头上摸出一个首饰盒子来 放到自己的胸口 秦宣兵的眼前 秦宣兵这会儿 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娇声说道 什么东西 我要你拿给我看 庄瑞笑了笑 打开首饰盒 从里面拿出一只 晶莹剔透的红肥手镯 然后拉过秦宣兵的左手 轻轻戴了进去 好漂亮的镯子呀 秦宣兵用力地翻了个身 侧躺在庄瑞的身体上 支起左手 当他的眼睛看到那只手镯之后 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声 接着房间里那微弱的光线 秦宣兵打量着手腕上的镯子 只是脸上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惊奇 最后忍不住开口问道 庄瑞 这只手镯的品质很高呀 是高冰种的红肥镯子吧 作为一个珠宝设计师 对于珠宝剑上 那是最基础的课程了 秦宣兵虽然只是粗卡 也能感觉到这只红肥镯子 不同寻常 不是高冰种的 看到秦宣兵脸上 露出疑惑的表情 庄瑞唤笑着 在他耳边说道 是玻璃种的 真正意义上的血液手镯 宣兵 喜欢吗 啊 真的 秦宣兵文言坐了起来 想拉开窗帘 再好好看一下这镯子 无奈刚激情过后 身体的余韵未消 还是使不上力气 坐起一半 又无力的躺回到庄瑞的身边 走 咱们先去洗个鸳鸯玉 回头你再看手镯 庄瑞抱起浑身无力的秦宣兵 走向了浴室 色泽艳红 肿如流水 是真正的玻璃种红肥镯子 庄瑞 你真的把它送给我 穿着宽大的浴衣 秦宣兵拉开了厚厚的窗帘 午后的阳光垂直照在阳台上 房中顿时变得明亮了起来 秦宣兵站在窗前 满脸陶醉的看着左手上的镯子 洗完澡后 秦宣兵只感觉到浑身都很清爽 并没有察觉出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和书中谈记的那些破瓜之痛完全不同 只是秦宣兵并不知道 在每次狂欢过后 他昏昏欲睡的时候 庄瑞都偷偷地用灵气帮他梳理身体 要知道 昨个庄瑞可是又经历了一次 灵气透支泪流满面的情形 当然是送给你的了 难不成还送给别人 庄瑞充满爱意地说道 用手抚摸着秦宣兵潮湿蓬松的头发 他看到阳光照射在眼前御人的脸上 隐隐出现一层红玉 犹如画中人一般美丽 谢谢你 庄瑞 对了 我也有礼物送给你 秦宣兵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 回到房间里 找出他那个昆包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之后 这是两枚白金戒指 在戒指的表面 镶嵌着两颗拇指加大小的肥碎 绿意盎然 清晰的几乎可以将人影映入在里面 居然想起来 不错